慈济大学和慈济科技大学合校之后 讲求的是强强联手要打破传统教学的学习界限 以现在的慈济大学来讲 有五大学院跟一个空中书院 而且主打的就是医学系和护理系 以及生物医学科技等等 要让学生能够专精来学习 而且在不同的专业领域 各个学院都有达成共识 那就是因应现在的AI时代来临 未来要帮助学生来培养科技专业 卸下广播间的招牌 准备搬往新的校区 慈济大学和校后 整合为医学院 生物医学科技学院 智慧永续管理学院 人文传播即社会科学学院 以及护理学院等五个学院 因应不同的特色进行空间大调整 原来的中央校区 校总区这里 是医学院起家的位置 所以我们的医学院就是在中央校区 还有一个生物医学科技学院 智慧永续管理学院 以及人文传播即社会科学学院 一起搬到介人校区 学生人数最多的护理学院 则是以建国校区作为护理人才培育的基地 此季教育志业跨出新的一步 因应时代的发展 计划在各学院融入AI科技转业课程 2024年是AI科技元年 所以未来的各个不同学院 不同的学术领域 我们是以人工智能作为串联 贯穿不同领域的是 慈激人文精神 AI也不能期待人类的价值观 它没有办法分别三二 所以在这一部分就是 我们的人文的精神 还有我们的品德的教育 其实完全不能偏会 2024年是慈激大学新的起点 新的目标要掌握技术发展的趋势 驾驭人工智慧 弘扬善的力量 培养兼具专业知识 人文素养与社会责任的人才 在AI的时代进步前离 所有的科学包括我们的教育 在医学都会有很大的进展 所以也不能去不用AI 但是用AI的时候也要知道善用AI 如果能把AI变成一个造火人间的攻击 我期待的是新的慈激大学 是一所能够既职的创的精神 实作的精神 跟高教研发追求卓越的精神 是兼容并蓄的一所大学 大海新闻林彦成 黄文琦 邓明怡 华联报导 传媒aters 黄文琦 师傅 识